男人只是手指碰了一下镜子 谁知沾来了一股银色液体 银色液体扩散包裹了手掌 并不停地向手臂上方蔓延 伴随着男人惊恐的眼神 银色液体爬上了他的脖子和脸上 然后进入了他的嘴巴 他也一米地处置过了多久之后 男人醒来 他奋力撕开挡着自己起床的这张脸 震惊地发现自己躺着的不是喜梦斯 他用力拔掉嘴里的管子 一阵干呕之后 疑惑地看着自己满身的管线 我是谁 我在哪 正要开始拔出身上这些令人难受的管线时 看到四周令人震撼的景象 只见周围全是这一样的液体石子 抬头望去 更是恐怖如丝 一动动高大挺拔的大楼 上面附着的都是无数红色的雾形 同时伴随着一阵阵闪电的花 震撼 恐怖 阴森 震惊 疑惑 就在男人心情交织复杂无比之时 突然 一只机械甲虫从天而降 只见他张开四只巨大的触手 最后一个铁钳夹住男人的脖子 全然无视男人痛苦地滚起 然后用螺丝刀给他拧开了脑后的脖子 随着机械甲虫的离去 男人也探绑在池子边 身上其他的脖子 然后池子的下水开关打开 只见男人开始玩起了水上的脖子 伴随着一声扑通掉落水风 就在男人即将被淹死之时 就在男人的脖子里面